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我是管某 最近我发现我的英雄词太浅了 所以我决定多练几个打野来扩充英雄词 那么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来玩原神猴哥 这一局呢 因为二楼是威死 所以我们可以撑一下他的皮肤 所以我们就直接选了这个零号试验 说真的 这个零号试验的这个武器特别像杰德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神速完全像是 看到这里呢 可能就有的观众朋友们想问了 哎 管某 为什么你不打牌一排打比赛 其实呢也没有别的原因 就单纯的打不过而已 毕竟排位练一球容易出事 那么游戏开始了 我们直接就红buff开 在buff出来之前 我们先开个二级人 然后直接敲过去 这个就要存棍 那么现在一圈也已经打完了 作为打野的 我们现在就要去抓人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抓一下这个百里 二级人靠近过A他一下 然后开一级人再一下 最后大招几瓜高直接带走 哎 这叫什么 这就是原神 技能简单粗暴且有效 这里我们抓完人过就直接开车 这里看对面的驾驶是想打架的样子 这里我们先不要急着上 我们先拉扯一下 看到残血红武落头过 我们就直接敲过去 靠近过我们先开一级人 这里我们等红武把自己给拉过去 怕过去我们也跟着过去 直接把他抬走 抬走过我们就二级人撤离战场 那么现在我们在打红buff 结果我们下路干起来了 buff打完我们就直接过去支援 但是我们还是打完了 原刀直接被击杀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利用一下 小声把跳到真的旁边 靠近过我开打直接接平野抬走 这里可以看到车对面非常的热情 热情到什么程度呢 我告诉他们不用送我回家了 结果他们还是把我送回来了 毕竟你上网来他送我 我就得送他 好他们中路有一群人准备打团 来了来我来了我来了 我走了我走了 对面中路三个人 我拿什么跟他们打 大丈夫能去人生 这不叫怂这叫拉扯 我们现在要四季而动 有机会再上 没机会就算了 看对面这个鲁板大师都为什么 过去包他一下 这里我们先存一棍 靠近过我直接咬他 有这种事 这火炉直接撞我脸上 我只能被迫把他收掉了呀 对面这波偷进不成48米 那么现在前面有个白里 过去敲他两门棍 我们直接跳过去给他一门棍 这里我们手里没机能让 就直接撤退 但是我们看这个孙侧的样子 肯定是不想让我走的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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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开个一剑人大剑 从容且优雅 都不带荒的 一用不到剑直接打开位置 旁边还有个窑 我们就直接把他接走 哎呀 难受 追不到 哎 气不气 哎 气不气 这里我们把小鸡吃掉过后 就去亲上的兵线 结果对面这个白里 还在探这个防御塔 跳过去直接两两棍棍 追着他打 最后大刀接普空 直接送他回家 这个时候 他们的中东一塔 只有一丝血 而且周围还没有人 我们就把他推掉 不要慌 叫他一个人 也就两个人而已 也就三个人而已 开个一剑人 加一束把他打成小孩 直接跑 这个时候他们包过来了 但是我丝毫不慌 直接利用我们的脚尖手法 逃出重围 来金斗云 完了 呀没了 希望人没事 刚刚出了点意外 不过这些都不是事 看对面这个样子 是想推我们中东一塔了 不过不用慌 由我镇守这一方 直接打完没套起 等我们二斤拉开位置 我直接 被空了没关系 我们还可以 好 它通完都我们直接开到 然后这个皮也直接带走 这里我们利用 也有个把血吸满过去 上路清一下B剑 结果刚好路拉也在这里 然后我们这个二打一坑 是不能熟的 直接跳过去 然后我们利用一技能 把这边路拉给留下来了 这里我们直接点普攻 拉近距离 然后再用二斤拉开位置 然后再敲一棍 大招击飞再来一棍 打这种非常秀的英雄 猴子的简单粗暴 往往会有奇效 三棍下去 众生平等 就和打击一样 一套叔叔打完 差不多就可以等死了 虽然说是这么说 但是猴子这个英雄呢 可操作的地方非常的多 正如点开一件 加一束装 又补光拉近位置 然后二斤跳进村子上面 一棍带走 这都是些低级的生法 猴子还有很多高级的生法 可惜我不会 好的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4分钟 下路有一个落单的火舞 我们直接四个人过去 让他感受团队的力量 看这个样子 他应该是感受到的 这个时候呢 对面的打鼠仔 我们偷偷懵懵地过去骚了一下 这里被发现了 我们先溜 在龙残血过后我们再来抢 好的 现在龙残血 我们准备抢 这一棍 将打碎对面的梦想 给我死 这个怎么说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确实死了 不过出入稍微大了一点点而已 没有大很多 只大了一点点 现在我刚复活 看对面那个架势师 准备直接跃塔了 好 我们先开二间 直接敲过去 罗大飞拐了 我们直接开一技能 这个时候不用慌 刚才几队普攻 收掉二间直接退场 这一套操作 心里溜水 堪称完美 你已经死了 什么 站住 好了 这个时候 终于已经打完一波团战了 我管某作为一个收割大师 这些残血是肯定要杀的 这里我们使用一技能追击火舞 靠去帮我使用二间直接敲过去 然后接个大刀普攻直接收掉 什么叫做收割大师啊 这里对面还剩下一个顺侧 不用害怕 直接追过去捶他 这里他肯定是想开刀 他跑了我们直接把他拦住 这个时候我们使用没有技能 就直接拼一A他 然后A他点要直接收 掉 完了 要塔杀了 完了 哎 算了吧 好的 现在我们拿到风暴龙王 准备直接一波了 但是我们的下路有个小亮仔在偷塔 这个时候我们开个一间 为他祈祷一下 希望他人没事 这个时候他想走 他肯定走不掉了 我们直接把他拦住 来 撞我 把他拦下过后 我们直接跟他打 我们敲他一棍 开一间再敲他一棍 我们今天靠近他先躲下技能 躲掉技能过后我们就继续打 然后我发现这个孙子的伤害 是真的靠打烂巨疼 差点还被他给反杀了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你玩的英雄能拉扯就拉扯 千万不要冒容易出事 然后由于孙子还没有成功回去守到家 我们成功的获得游戏的胜利 那么当然 我没拿到没屁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先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投一笔点赞 收藏支持我一下 要是想白嫖的话 就发个下次一定证明你们来过吧 那么我是光猫 我们下期见 拜拜